好那我們正好講到重要的地方對不對 就說這個 這個 剛剛那個地方它其實是在 應該是在 其實各位可以這樣做 你可以打開這裡 那我們剛剛在講邏輯縮影對不對 你按這裡它就會跳到邏輯縮影那邊 再把它關掉 那 那一開始我們要把前面的那個東西先執行一下嘛 對不對 所以這邊有一個按鈕各位看到了嗎 這個按鈕 這個按鈕的意思就是說把前面的那些 城市先跑一下這樣 好那 跑完了所以 所以這樣的意思你看 前面那些城市跑完了 我要用的這些物件才有 在我這個環境裡面才看得到 不是這樣嗎 對吧 那我們現在要跑什麼 我們現在要跑 這個對不對 我要試看這個給你們看 那 首先你看 現在在這個 鎖影的中括號裡面 它 這基本上是一個邏輯的運算式 對不對 因為它裡面用了一個邏輯的運算符號嘛 對吧 是嗎 所以它是要去比較frequency這個 對吧 他們的這個購買次數裡面 小於等於2的 它才要 所以這個東西算完了之後 它會是什麼 這個 我們來送一個獎品 這個運算是算出來的話 它會是 它的資料結構會是什麼 它的資料種類會是什麼 我說我現在選起來的這個運算是 它運算出來的話 資料結構會是什麼 資料種類會是什麼 講大聲一點 這樣太小聲了 force force true true force 你現在剛剛講的 其實不是它的 結構 也不是它的種類 而是它的質 所以你要不要再講一下 你說什麼 force force true true force 那 這是一個 它的資料結構是 它是什麼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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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剛剛都講了嗎 force force true true force 所以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向量嗎 是一個矩正嗎 是一個資料框嗎 是什麼 它其實是一個 邏輯向量 不是嗎 你剛剛念出來 true true force force true true force 那基本上是一個 邏輯向量 所以它的資料結構 是向量 它的資料種類 是邏輯這樣 對不對 它的值 是 是 false force true true force 是吧 所以 所以你看 這是為什麼 logical index 你看 我現在做一個邏輯運算 對不對 那邏輯運算的結果 就是說 它會算出一個 跟這個東西長度一樣長的邏輯向量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那我就正好可以拿這個邏輯向量來做條件 是不是這樣 對吧 拿這個邏輯向量來做條件 用來選擇 對吧 用來從另外一個資料結構裡面選擇 我要的東西 這樣了解嗎 對吧 所以你看 我執行這件事 我如果只要執行這個的話 在PC裡面你們是按 把它選起來 然後按Ctrl Enter這樣 OK 那 在 在Apple裡面 你好像是有一個叫 Command Enter這樣 對不對 選起來按 那它就會只執行這個運算式 那當然你如果要執行一整行的話 你可以直接按這裡 對吧 直接按這裡你看到什麼 它選出來了 Cindy 跟Danny 對不對 好 那他們的值分別是180跟280 是不是這樣 對吧 所以這一段程式它在告訴你們什麼 它在做說 我要選出那一些購買頻率 小於等於兩次的 那些顧客的購買金額 是嗎 我說 我 OK 所以 這一種索引方式就是我們所謂的邏輯索引 或者叫條件索引 對不對 通常你在寫程式裡面選東西都是用條件在選 這樣 你不會用位置選對吧 位置可能沒有什麼意思這樣 是嗎 那 然後在選這個第幾筆資料的時候 通常你都是需要用條件選 不是嗎 對吧 那 那 因為條件運算算出來的結果是一個邏輯向量 那 當你用這個邏輯向量去做索引的時候 那 語言上你就可以做這種條件式的索引 這樣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嗎 學寫程式第一個要學會的就是這個 其實你們已經在做海賊王的時候 做過很多這個東西了對不對 是嗎 對吧 已經做過很多這個東西 只是我現在在跟大家複習一遍而已這樣 好嗎 所以 你們這個禮拜有一個 有一個個人作業 就說 在這個notebook裡面 那這邊有一些項量 看到了嗎 然後我們要你去 我寫一句話 然後我要你打一個程式把這一句話 好比說我現在叫你把 是男生的那些人的名字列出來這樣 那因為你要列名字嘛 名字是放在name這個 項量裡面 對不對 那你要做索引 因為我們這裡正好有一個欄位叫Ismail 對不對 他本身其實就可以拿來做邏輯 項量了對不對 就可以拿來做邏輯索引 所以我如果要列出所有男生的名字 我可以寫這樣 那這就是所有男生的名字 對吧 OK 那現在我打一個人頭 然後底下 打一個警字號的這個 這個就是你的作業了 好嗎 你們回去要自己去寫出來 我要先你們先去列出 身高高於180公分的人的名字這樣 好嗎 然後這是 呃 這個 身高高高過180公分 而且膚色是黃種人 這樣的人的 人的 我要列出他的名字這樣 所以條件現在有兩個條件 對不對 你要把兩個條件 按起來這樣 是嗎齁 這一題的話我做給你們看一次 因為我現在是要說 身高到180 然後膚色要是黃種人 對不對 所以我要怎麼做呢 那 我現在要列出名字 所以我要先 把name 弄出來 對不對 然後裡面的話要有兩個條件 是嗎 第一個條件是 這是第一個條件 然後 第二個條件的話 是 呃 這叫什麼 skin color 對 這樣 對吧 所以你看 這個運算是 他運算出來會是一個 會是一個 邏輯向量 對不對 然後 這個條件運算是 運算出來是另外一個 邏輯向量 是嗎 齁 然後你要把這兩個邏輯向量 都要成立嘛對不對 齁 所以邏輯向量可以and在一起 這樣 是不是這樣 我把這一個運算式跟 前面這個運算式 然後用這個 and 意思就是說我要把他們 這兩個條件都要成立 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在這個 你在這個 索引的這個 中括號裡面呢 你可以擺好幾個 這種條件 是嗎 然後用這些and all 過之後的條件呢 去選擇 名字 對不對 所以你執行這個的時候 See 只有一個人符合這個條件 就是Danny這樣 是嗎 對吧 齁 所以 所以各位的作業就是 這是你的個人作業 OK 把這些 警字號的地方把它寫完這樣子 對吧齁 然後 把它 把2B嘛對不對齁 2B這裡面你把它寫完 然後把它 把它 你出來 那你出來不是會變成一個STML嗎 對不對齁 然後你在這個 02BSTML的前面加上你自己的學號這樣 然後把它上屯到這裡來這樣 好嗎齁 這是你們這個禮拜的個人作業這樣 這樣 這樣了解嗎 OK 齁 齁 然後 這應該很簡單齁齁 如果大家 互相幫助寫一寫應該 問題不大這樣 然後 呃 所以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 可是這個Noble裡面有第二個部分 它其實是 呃 剛剛我們做的是那個 呃 向量對不對 剛剛我們做的是向量 你知道嗎 你真的把資料放成這樣的話 會有一個缺點齁 就是說它不像是我們在資料框的時候啊 你 其實這個資料框就是把剛剛 把剛剛的那些向量把它放在同一個資料框裡面 對不對 海賊王的時候就是這樣 對不對 這樣做有一個好處喔 你如果是 你如果是定義成 像這樣的話 其實你很難知道說 呃 如果萬一這個向量很長的話 對吧齁 你很難對應到說 哪一些資料是同一個人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這邊的話 假設這邊有 50個人 那這邊是這50個人買了多少次 這邊是50個人的身高是多少 這邊是那50個人是不是男生 這樣 每一個 每一個資料 都是一個 長度是50的向量 哇那你要 你要找到 你要對應到說 這是同一個人 其實很難看到對不對 很不容易看 可是你把它放資料框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你看到了嗎 當我們把 這一些 資料的這些屬性 把每一個顧客的屬性 當作是資料框的一個欄位的時候 那麼在這個欄位上面看 我們看到的是每一個人的同一個屬性 然後在這個方向上看 我們看到的就是同一個人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對吧齁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 做資料科學的時候 最常見的一種 資料結構是要長這樣 是嗎 對吧齁 他讓你在兩個方向 在橫的這個方向 每一筆紀錄呢 代表一個 我們要分析的單位 我們要研究的對象 是嗎齁 在這個例子裡面 是顧客 在海賊王的話 是一個海賊這樣子 來 是嗎齁 海賊王裡面那個好像 不全是海賊這樣 OK 好吧 那不管 意思是說 在這個方向上 你基本上是 一個 subject 對不對 一個對象 然後這一邊的話 是我們有興趣要研究的一些 在這些對象上面的一些屬性 是不是這樣齁 海賊王裡面的話 是他的什麼 職業啊 他的 賞金啊 他的什麼 年紀之類的 對不對齁 在這個例子裡面的話 就是 就是這些欄位這樣 所以一旦這個東西 放在這個資料框裡面 那麼資料框要處理的話 就會 其實會比 比那個 呃 我說他看起來比較容易看 對不對 比較不容易弄錯 這樣子 是嗎齁 那資料框 因為他是一個二維的資料結構 對不對 假設我們現在有一個資料框長這樣 然後裡面就是有 三四五六 總共有六個欄位這樣 像這樣 這個資料框裡面 他是二維的 所以你對資料框如果要做鎖引的話 那 通常你就需要 呃 資料框嘛 所以你需要有 RAW INDEX跟COLUM INDEX 意思是說你如果用這個 中括號 對資料框做鎖引 是嗎 那 那因為他是二維的呀 你要選說你要哪幾行 對不對 拿幾列這樣 我們不要講行列好了 因為 這個東西好像 跟中國是相反的這樣 我們在 我們說這樣叫做RAW 這樣 在這個方向上面的資料 我們把它叫做RAW 或者我們說他是一筆資料這樣 是嗎齁 那現在每一筆資料代表一個 顧客 然後 在這個方向上 我們說他是一個COLUMN 那 這個的話代表這個 某一種顧客的屬性 那因為他是二維的資料結構 所以你選的時候 你事實上是需要兩個 對吧 你需要兩個鎖引 這樣 對吧 你需要這裡一個鎖引 這裡一個鎖引 這樣 OK 所以 前面這個鎖引通常就是 要選顧客 對不對 所以通常前面這裡 你擺的是一個 通常前面這裡 你擺的其實是一個 邏輯運算 一般在這邊你就會擺說 我要黃種人 我要 這個 我要男生 我要身高小於180 我要 或者是我要把某一些條件 把它抽起來這樣 是不是這樣 所以在資料框裡面 你通常前面這個index 是拿來用條件 選哪幾筆你要的東西 對吧 那後面這個通常比較簡單 因為你 一般來說你就看你要 要什麼 你就擺那個欄位 這樣子 是嗎 你就會選出你要的東西 我們來舉個例子 那 這個做法你要這樣做 當然你也可以 對不對 他就是 在這個中瓜號裡面 有個斗點 對不對 那前面的話就是 raw index 後面的話就是 column index 那斗點的前面 你要選一二 所以他會選第一行 跟第二行 是嗎 然後這邊是二三 所以他會選 他會選這個東西裡面的 二三這樣 那這邊會選一二 所以他就會選到這 這四個東西 對不對 是嗎 你這樣寫他其實會選到這四個東西 這樣 那 如果你 在斗點的後面都不放的話 就是所有的欄位都選進來 這樣 我說這邊這個 index 你如果是放空的 他就是所有東西都選進來 這樣 OK 那 通常我們不會這樣選 我講過了對不對 一般來說你在前面這邊都是放一個 邏輯運算比較多 這樣 對吧 好比說我要 DF的high是 小於175 我要身高小於175的男生 對嗎 基本上他這邊選的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要看到 身高小於175的男生的所有欄位 對不對 因為這邊是空的 所以他現在是所有的欄位 是嗎 那我如果不要看所有欄位 我這邊可以放一個 對吧 我說過了 通常你 這個column的所影 一般來說你就是放一個名字 對吧 所以我現在要看 身高小於150的男生的人的名字 那因為這樣這邊出來就會是一個 對不對 自傳的香料 是嗎 那 其實 其實資料框有另外一種寫法 你可以寫這樣 然後 在這個 因為DF是一個資料框 所以一旦你鎖引它的話 你會需要 column index跟raw index 那 各位學那個datacamp 有學過另外一種寫法對不對 是嗎 你如果只想要 只想要看這個資料框裡面的這個欄位的話 你可以放一個前字符號在這裡 看到嗎 對不對 那 這個運算是它就會變成是 因為它現在 它現在就是 它現在其實就是這一個 就是這一個column對不對 是嗎 所以它就不再是一個二維的資料框了 你用那個前字符號的話 它基本上就會變成是一個向量 是嗎 所以那 因為它是一個向量 所以 所以你要對它做 你要對它做這個 你要對它做這個 這個 鎖引的時候呢 那你就是 其實就是 你只要做這個 對不起我講錯 我是在講這邊對不對 因為你寫 你寫 你寫 對吧 它只需要一個鎖引嘛 因為它現在已經是向量了 是嗎 所以你這樣寫也可以 其實這樣寫跟這樣寫 其實是一樣的 對不對 我講過在R裡面 就是同一個東西 都有很多不一樣的寫法 這樣 所以 這是鎖引 對不對 鎖引用的好 程式才寫的好 OK 鎖引用的好 程式才寫的好 那 最重要的鎖引 我再講一次 原則上 你通常都是在資料框裡面做鎖引 那你資料框裡面做鎖引的時候 這個方向的鎖引 就是你的Role Index 通常都是條件 是嗎 然後 你的Column Index 通常都是名稱 是嗎 把握這個原則 然後 大致上你用鎖引 就不會有太多問題 這樣 然後 這邊有一些作業 好不好 就是 一般來講我做作業都會 在前面寫幾題 給各位做參考 然後後面就是你要自己寫的這樣 那 剛才我是寫一句話 然後叫你打程式 對不對 那現在的話我是相反 就是說剛才在這一邊 我是 我是寫了一句話 然後叫你打程式 寫了一句話 然後叫你打程式 寫了一句話 然後叫你打程式 類似像這樣 對吧 那 現在的話我是 我寫了一段程式 我要叫你們去寫說 這一段程式在幹什麼 這樣 好比說我寫這裡 那這個運算是 其實是在講說 Names of all male 對不對 所有男性的人的名字 對不對 他列出來的其實是這樣 然後 這個運算師他的答案是Danny 那 他到底是什麼 他在幹嘛這樣 好比說他這邊應該是講說 列出所有身高大於180公分的人的名字 是嗎 這個 這個運算師是在做這件事 我要你寫出來 列出 所有身高大於180公分的人的名字 寫在這個景字號的後面 OK 好嗎 當作comment把它寫在這裡 這是你們 的作業這樣 好嗎 所以剩下來的就是留給你們做 那你們一樣 就是做完了 其實就是 這個notebook就把它 把它 捏出來 然後 然後 那你完了之後 這邊就會有一個 對吧 unit2bindex.html 然後 前面加上你的學號 對吧 然後把它上傳到 上傳到這個資料夾來這樣 好嗎 到期的時間是 下個禮拜一的晚上12點這樣 好嗎 因為我們禮拜二上課 OK 好 那 基本上這是鎖影 我要跟大家講的這樣 好嗎 好 然後 接著下來的話我想要帶大家做一點 比較有趣的事這樣 其實學到這邊喔 那麼在R裡面 應該要學的這些基本技巧 你們應該就已經都 已經都學到了這樣 那接下來我們就應該要用這些技巧去做一些事 對啦 講實話應該要給你們商業數據 然後我們在商業數據上面做 可是 今天第一次 小組聚在一起嘛 我想說把它做得快樂一點這樣 是嗎 所以我們今天的第三個 第三個這個 課堂筆記呢 是漫畫人路的筆記 各位可以點這邊然後把它打開 或者是說你在 你在RStudio裡面 然後你可以 看到了嗎 這邊有個HTML對不對 點它 然後點 View in Web Browser 那你一樣可以看到這個東西在你的 遊覽器裡面 所以這個資料集呢 基本上是漫畫人路的資料集這樣 我給大家一個漫畫人路的資料集 然後我們要用 這兩個禮拜我們學到的這些東西呢 呃 帶大家 來 看一看這個資料集這樣 好不好 齁 我們今天也許時間不夠 我們本來今天還是安排了 助教我很用心 還幫大家做了Cahoon的那個 小組比賽這樣 也許做不到那裡 但是 whatever 我們今天應該可以 幫大家起個頭這樣 好不好 然後做不完的我們下個禮拜再來 這樣 好嗎 好 所以 資料來源是 你看那程式筆記的好處 就是這樣我可以貼圖畫 我可以講說 我的資料來源是什麼這樣 那 again 一開始我現在 現在這個 先在這個網頁上面做一些解釋這樣 這樣大家可能容易一點 那 首先我們拿到一筆資料 當然這個資料要先讀進來 對不對 資料要先讀進來 然後 各位拿到的資料 我們其實已經擺在這個 擺在 擺在 擺在我們的RStudio裡面的 你看這裡有一個Data 對不對 資料的話通常我都已經擺在這裡 這樣 OK 所以那個Data 原則上就在 就在這一邊這樣 然後 各位看到這邊 這邊有一支掃把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我想要把這邊的東西清空的話 我可以按一下這支掃把這樣 然後 然後這邊它就會空了這樣 對不對 通常我 我做一個新project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就是把這兩邊清空 對不對 然後把它關掉 然後這邊的話就 來開一下 把這個RMD 這個RMD 這樣 這樣的話就切到這個 這個RMD的這個 畫面來了這樣 那 還是一樣 就是說你可能要 要 要開始先 把這個run一下 這樣 那一開始的時候我們當然就是 先要把這個資料讀進來對不對 那資料讀進來 我們要把它放在一個資料框 資料框要有個名字 是嗎 我跟各位講 就說 對各位初學程式的人 你每次做一個分析 你總有一個主要的資料 對不對 那你這個主要的資料框 那個名字 越短越好這樣 我的習慣就是 我就是叫它D這樣 因為它叫Data 對不對 是嗎 相信我 這樣 你這邊用很長的名字 你只會自找麻煩這樣 因為你很容易就拼字錯誤啊 幹什麼有的沒的這樣 然後at the end 你80%寫程式的時間 都是在找拼字的錯誤這樣 ok 所以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你看我現在 這個資料框讀進來 我就叫它D 那 看到了嗎 讀進來之後 我就有一個資料框叫做D 這樣子 是嗎 在R裡面我如果想要看這個資料框的內容 其實我只要 把 把 滑鼠優表移過來 然後點一下 它基本上就會 就會像 開一個像Excel這樣的東西在這裡 這樣 是嗎 所以其實R RStudio是一個很方便的工具 然後 你要檢視 你可以在這邊直接就看到說 這份資料裡面有7250 意思是說資料的比數是7250 資料的欄位數是9 這樣 是嗎 在這邊其實你可以直接看到 對不對 齁 在以前的話 你要看這個 資料比數 你是要下一個指令 叫Number of Raw 這樣 對吧齁 確認Number的數量 然後你要看 Column的數量的話 你是要這樣講 對吧 是嗎齁 所以 所以在這個資料裡面我們 基本上是一個 是一份 7250乘以9 這樣的資料 所以 我們來問幾個問題好不好 就說 等一下我先把它講完好了 所以 看完了這個 7250乘以9 那事實上 Telacamp有教你們一個 指令叫做STR 對不對 齁 就是讓你們可以去看 這有9個欄位 那9個欄位都叫做什麼名字 然後它是什麼種類 對不對 是嗎齁 讀進來的話 你會看到大多數都是 CHR的話就是文字 對不對齁 前面這些欄位都是文字 那包括了 Publish Publish有兩種對不對 不是有DC跟Marble嗎 對不對 然後名稱的話就是那個 那個漫畫人物的名字 第一個是 這是 蝙蝠俠對不對 然後 超人之類的 然後 這align的話說 基本上align有三種 good bad 跟neutral 有意思就是它是好人壞人或者是中立 這樣 ok 然後這個的話 眼珠是什麼顏色這樣 ok 有人是藍眼珠 有人是中眼珠 有人是灰色眼珠 對不對 頭髮是什麼顏色 性別是 性別只有兩種 當然就男生女生這樣 alive的意思是說 這個到故事結束的時候 這個人是不是還活著這樣 ok 然後appearance意思是說 這個漫畫人物總共在漫畫裡面出現多少次 多少集漫畫裡面有他這樣 所以像蝙蝠俠就是 他就很厲害 他 他基本上是出現在3093本漫畫裡面這樣 ok 然後 這個year的話是他的出現年代這樣 所以蝙蝠俠是一個很久很久以前的人了 他在二次大戰還沒結束之前就已經出現了這樣 ok 他是很早以前的 所以基本上這是 這九個欄位 ok 事實上在RStudio裡面 你直接按出來這裡你也看得到這樣 我的意思是說 他這邊不是有一個 有一個圓圈嗎 你按一下 那其實你也看得到這些資訊 對吧 所以以前這些用STR 什麼Number of RAW Number of Column 這些東西其實都已經 在RStudio裡面他已經不太需要了對不對 是嗎 RStudio裡面 我說啊你甚至可以把這個資料框叫到這裡來 然後你可以想說 喔 好那我現在要依這個 他這邊現在好像就是 本來就是依這個出現次數做排列的對不對 是嗎 所以我如果要依這個年份做排列也可以這樣 這樣的話就是363738 然後我現在要用 出現年份做排列 所以基本上在R裡面 你一個資料框在這裡 就有點像你在Excel裡面一樣 這樣 是嗎齁 已經很多事都很方便 那 接下來我們有一些問題這樣 那我想 請大家來搶答一下這樣 好嗎齁 個人搶答這樣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們 我們的資料框叫什麼名字啊 這個 這個例子裡面 我們的資料框的名字是叫做 來 對叫大D這樣 是嗎齁 就基本上簡直是送分對不對 好再來 我們 我們 我們這個資料框的分析對象是什麼 我們要分析的對象是什麼 這樣 來 漫畫人物 對不對 漫畫人物這樣 好不好齁 好 然後 然後 那我們 我們想要研究這些漫畫人物的什麼東西啊 我說 每一個 每一個弱是一個我們要研究的對象 對不對 所以 我們要 我們感興趣的那些屬性是什麼 是哪一些屬性 不要不好意思啊 舉手 趕快講 這樣我們的課程的節奏才會夠快 我們的 研究對象是漫畫人物 我們所感興趣的變數是哪一些 來 對沒錯沒錯就是這個 資料框裡面的欄位 基本上就是我們所感興趣的變數或者屬性 對不對 是嗎 所以我們要研究 漫畫人物的這些 名字啊好壞人啊什麼的這樣 通常我們都是會想要知道是 這些變數之間有沒有什麼關係 這樣 好人是不是會活得比較久呢 壞人是不是會活得比較久 男生是不是會比女生活得久呢 男生怎麼樣好人比較多還是 還是女生比較多呢 是嗎齁 好的男生會活得比壞的男生久嗎 你會想知道這些事這樣 你會想知道這些事基本上就是 索引就做得到這樣 索引加上一些簡單的統計這樣 你就做得到 是不是這樣 所以 這個例子我就是要帶著大家來做這些 用我們已經學過的這些簡單的東西 來回答我們剛剛講過那些 看起來其實是很有趣的問題這樣 這個 好人的頭髮顏色 好人的頭髮顏色跟眼珠的顏色 會不會隨著時間改變 我意思是說搞不好 40年代的壞人都長這樣 然後60年代的壞人是另外一個樣子 2020年的是另外一個樣子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你會想要知道這樣的事 這是你要想要研究的 這個變數 是不是這樣 你可能要知道一個變數的分佈 好比你要知道說 每一年的這個 等一下我們就會看到這些 你們已經學過 可是只是你們不知道怎麼把它拿出來用的這些東西 是嗎 用這個例子來 好然後 我已經問到這裡了 對吧 所以 好這一題就說 我們這個資料集 就是我們這個dataset 那有哪幾個欄位是數值的欄位呢 來 講大聲一點這樣聽不到 appearance跟ear對不對 這兩個是數值的 然後有 這一題不要 不要搶答好了 因為太多人會 對不對 剩下來的就是都是 其實這些都是所謂的 文字的欄位對不對 好 至串啊 有時候或是我們叫做 他是CHR嘛 就是表示說是character 就是他是文字欄位這樣 然後 各位 這一題有點難喔 就說 這一題其實有點難這樣 所以 這一題你們如果會答的話 原則上我們可以給你 兩個餅乾這樣子 就是 你們在datacam的課程裡面 學過有一種資料類別 對不對 一種資料類別叫factor 對吧 是嗎齁 所以 類別欄位是什麼意思啊 類別欄位它看起來 基本上像文字對不對 是嗎齁 所以你應該要 換一句話說 其實其實這一些文字欄位裡面 有一些 它其實是類別這樣 你可以講得出來哪一些 這一些 讀進來的時候它都是文字嘛 對不對 是嗎齁 但是 有一些文字它其實是類別這樣 你可以講得出來哪一些欄位是類別嗎 我給你們小組討論好不好 欸 我給你們小組討論 然後有把握的話就把 就把那個 牌子舉起來這樣 好嗎 這一些文字欄位裡面 有哪一些是類別 討論一下 那 有共識的話就舉牌子起來好不好 第十組 第十組 來 講啊 第十組講 聽得到講大聲一點 你要講給大家聽 不要講給我聽這樣 我講這麼久都還這麼大聲 你只講一句講大聲一點 類別就是 不論是需要有辨識跟分類的嘛 所以除了人民之外 那個還有就是剛剛說的素質之外 其他的都偏三類 他講的對不對 對 因為事實上除了人民之外 其他其實都是類別 對不對 所謂類別的意思就是說 像Publish 他裡面其實 這7250裡面 他總共只有兩類 不是嗎 要嘛他是DC 不然他是Marble 對不對 對不對 像是align 他就是好人壞人中等 這樣 是吧 所以第十組講得很對 對不對 那他 基本上除了人民之外 其他這些都是類別 眼珠顏色 數量有限嘛 對不對 性別更是如此 活著的話就是活著 要不然就死掉 其實他們都是類別這樣 但是 現代的R 在一些比較專門的語言裡面 他類別跟文字他分得非常清楚 這樣 你用錯的話大概 程式會寫不下去 但是R不一樣 你知道嗎 R語言尤其是 越來越新版本的R語言 他其實刻意的 把類別跟文字之間的這個 差距把它 把它盡量把它淡化這樣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用類別的地方 你用文字 原則上那個答案也不會錯這樣 OK 那 他看到反正你塞給它是文字 那這個地方該是類別 他自然就會做類別的處理這樣 基本上是這樣講 所以 所以原則上 東西進來 我們其實不太需要管它是類別 或者是 或者是文字這樣 在R裡面通常是這樣 就 有需要的時候你再去轉 然後 什麼時候是有需要的呢 對吧 我說 你要回答這個 這個 說哪一個 當我們想要回答說 哪一些欄位應該要先轉成 類別或者叫做因素這樣 對吧 然後 Factor 就是很討厭 翻中文的時候 就會 一下子翻成類別 一下子翻成因素 一下子 所以它中文都是 它英文都是Factor 那 那 事實上 事實上我們 剛剛是因為 大家對這個 剛剛第十組 之所以能 答出那個答案 是因為 這些欄位名稱本身 就已經告訴你 它大概是怎樣 對不對 有時候你如果 欄位名稱不是很清楚的話 通常你都是需要檢查一下 變數的內容 對不對 然後再來決定說它 到底是什麼 這樣 所以 DataCam有教大家有一個指令 叫做Summary 對不對 是嗎 我們如果想要看 我們想要看一下這個 在 如果我們想要看一下在這個 D這個資料框裡面 每一個欄位 的內容 那我們可以用Summary 對不對 不過你當你真做Summary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像這樣 它真正有做Summary的 其實只有這兩個數值欄位 對不對 是嗎 這種文字欄位的缺點之一 就是說 你做Summary 你其實看不到 你就是只知道它是文字欄位而已 是嗎 所以 你原則上如果想要 Summary的時候 能夠看出 像是它是數字欄位的話 它就比較好 對不對 它告訴你說 年份最小是36年 然後 年份最大是2013 所以它是很長期的一個資料 對不對 總共有7000多個漫畫人物 那Appearance 最少的出現一次 最多的出現4043次這樣 是嗎 對吧 其實是像這樣 然後 所以 所以事實上 你做Summary 那 那 它其實就是 它會 在可以的時候 它就是會 對每一個欄位 把它當作一個變數 對不對 我們說一個欄位 可以把它看成一個變數 變數為什麼叫做變數 我說Variable 為什麼叫做Variable 就是因為它會Vari 對不對 變數之所以叫變數 就是因為它會變來變去 是不是這樣 對吧 它會變來變去 所以你要 你要去看7250個 變來變去的數 那你要怎麼描述它呢 啊 你可以講說 這些數的最大值最小值 平均值是多少 對不對 這種東西我們就是叫做 Summary statistics 叫做 其實這個東西就叫統計量 所謂統計量 就是用一個數值來 當你要全面性的去描述一個 變數 這個變數可能是一個向量 對不對 在R裡面來講 變數可能是一個很長的向量 這邊的話 7500 7250個 那我要 我想要對這7250個數 有一個整體性的感覺 對吧 那你就是做Summary 所以 看著這個你應該對它有一個整體性的感覺 對不對 你知道它的中位數 啊 平均值啊 是不是這樣 對吧 所以對數值的話 你很容易看出來 可是 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對這些類別欄位 你就看不到了 對吧 齁 那 那怎麼辦呢 事實上就是說 呃 其實 其實 其實我們應該要先回來這裡 它 它 它有什麼 剛剛有人答 哦 只管說 12點10分要上課 所以我們其實是不能 不能 拖太久 對不對 是嗎齁 好吧 那 那 看來我只有時間 這些 這些有趣的事 是要等到我們 下一次上課再回來做 這樣 那 呃 但是我想 這樣的話 我覺得你們這個禮拜的作業太少了 這樣 呃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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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要給各位 多一點作業 你知道 我把作業交代一下 我這邊先 停止控就好 欸 算了 欸 為什麼 變不回去 好 其實各位要看作業啊 原則上就是到單元的 單元的這個 我說過有個單元頁面對不對 所以原來我本來是打算今天可以 其實我本來就沒有 我本來就覺得今天沒有辦法全部上完啦 因為 今天其實已經很紮實了對不對 是嗎 那 所以 所以你的個人作業就是做那個2B 剛剛那個2B的作業就好 對不對 齁 然後 小組作業的話 我要你們這麼做 齁 其實 呃 這有點跑板 呃 我要各位去做 這幾個小組作業我跟各位講過 其實就是 MIT的 商業數據分析課程 MIT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商學院叫史龍商學院 非常出名的商學院 幾乎跟哈佛是齊名的這樣 你知道MIT跟哈佛其實是在一起對不對 他們都在波士頓這樣 對吧齁 那 呃 麻省理工學院有一個 呃 他有開 在商學院裡面他有開一個商業數據分析的課 這樣 這三個課 他基本上也是開給不會寫程式的人這樣 所以從R開始教這樣 所以他從第一個禮拜開始教你寫R這樣 然後這三個作業就是他第一個禮拜的作業的三分之一這樣 意思是說他第一個禮拜的作業是這個東西的三倍的 三題的三倍 所以你知道我為什麼要上得這麼 很多人問我說我們要不要不要上這麼緊張這樣子 把自己搞得很緊張然後又很累這樣 事實上你看看人家國外在上商業數據分析的時候 他們的學習強度這樣 就表示說我們現在要開這門課 我不希望說我們的學生跟人家差太多這樣 對吧齁 其實為什麼我不要讓你們作業太少 其實也是這樣的原因這樣 好嗎齁 好那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把這個東西整個都上完這樣 對吧齁 所以我要你們這樣做 呃 在作業裡面有一個東西叫做 這邊有一個那個YouTube的那個影片集這樣 所謂影片集嘛 他有三集這樣 分別就對應到 分別就對應到 這三個作業筆記這樣 OK 每一個作業筆記事實上它都是一份資料這樣 那這第一個作業筆記 事實上我們叫做數位偵探這樣 其實它是那個芝加哥的 的這個汽車竊道事件 它裡面大概有二十萬筆 二十萬筆齁 二十萬筆左右的汽車竊道事件 OK 然後我們要看這些汽車竊道事件 基本上你要去知道說 呃 你如果會做的話 基本上你應該知道 你關心什麼 你應該關心說 呃 什麼時間什麼地點 比較容易發生汽車竊案 對不對 是嗎 然後 你可能會想要知道 類似像這樣的事情 像 像這是一個熱圖 然後這邊是七天二十四小時 對不對 所以 比較紅的地方 就是比較容易發生 竊案的時間 是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禮拜五晚上這樣 二十二點是 一個禮拜裡面 最容易掉車的時候這樣 OK 對嗎 你可以看到這樣 那 這份資料基本上是竊道資料 然後原則上 他 他會用一些 他給你一份資料 然後他就會用一些 用一些題目來引導你 來引導你 怎麼樣讓這個資料 變得對你有用 是嗎 齁 那你如果會做的話 那 這個 做到最後是讓你會知道說 你看他在 這個熱圖在街道上面 在 停車場裡面 在加油站上面 他 吊車的那個pattern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 可以應該這樣講 看到了嗎 是嗎 所以你如果是 警察局 這個東西對你很重要 對吧 你知道說 哪些時間 哪些地點 車子比較容易掉 這樣 是嗎齁 那 左邊這邊的話是破案率 這樣 如果你是小偷的話 這個東西對你比較重要 這樣 對吧齁 我們的地方就是不要去偷 你不要在這個時間去 你不要在禮拜天的這個 早上八點到十點去偷車 這樣 很容易被抓到 這樣 對吧 是這樣的意思 這樣 不要去街上偷車 所以 資料給我們 我們其實是要能夠做出 像這樣的 跟我們的決策有關的 這樣的東西 這樣 那MIT這個每一個題目 他都是這樣 OK齁 那我本來是想說 你看人家第一週就 像這樣的題目就要做五到六個 這樣 那我們不要做太多 我們只要做一個就好 這樣 好嗎齁 然後 呃 做這個第一個題目 那我有一個 我其實有一個 我說 我說這 這個補充教材裡面的第一個影片 就是教大家怎麼樣做這個題目 這樣 好嗎齁 然後把它做完 然後 一樣 成那個 H&M的 打 這個東西我要讓你們做成小組作業 這樣 所以每一組做一個 這樣 我要讓你們小組有時間互相討論 這樣 好嗎齁 所以這個禮拜有一個個人作業 然後有一個小組作業這樣 好嗎 那小組作業的話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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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欸 對不起在這裡 欸 不對不見了 再用一個 小組作業的話就是 去看這個 這個 YouTube裡面的第一集 它有三集對不對 看第一集 然後 我本來叫你們一二三都做 不要你就只要做一就好 這樣 是嗎 那做完了之後呢 不是會 有一個 會弄出一個HTML的檔嗎 對吧齁 然後把 把它用這樣的檔名 你看你是第幾組嘛 對不對齁 好比說 第十組 G10 然後AS2之1 這樣 因為沒有二三嘛 對不對齁 就是 G10 底線 AS2 然後 hyphen 之1這樣 對吧齁 點HTML 然後把它上傳到這裡來這樣 OK齁 助教 幫忙一下 就是說 因為你到這邊來的話 每一組都有一個 都有一個 Fault 對不對 所以要請你們 根據我們現在分組的狀況 幫他們設權線這樣 要不然他們會傳不上來對不對 我們也不希望你們去偷看別人 對不對 是嗎齁 所以 助教會幫你們設權線 如果你們傳不上來的話 因為 到最後你們會有很多小組作業對不對 所以你們的小組作業最後會累積在這邊 這是第一個小組作業 那第一個小組作業的名稱 就應該是 這玩意一直擋住我 我就沒有辦法講下去 你知道嗎 好 為什麼一直不見呢 這第一個小組作業 這第一個小組作業的 記住喔 他的名稱你要寫你的group name 對不對 是嗎齁 然後你要記住說 他說 你要記住在上面的話 你要把group name打在這裡這樣 對吧齁 不要每個人都寫group 00這樣 是嗎齁 所以你的group name要記得改 然後進到這個notebook的時候 呃 這個notebook的 這個notebook的這個地方要改你們自己的主名這樣 這樣了嗎 好 所以 我們沒有時間了 我們趕快走 人家要上課 所以 對作業有沒有問題這樣 如果 寫作業有問題的話 記住我們有兩個 我們有兩個這個 呃 互助學習時間 歡迎大家 把作業帶過來齁 對不起 呃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助教還有一個什麼東西要你們弄這樣 那個 作業 上禮拜就是 DHATAM的作業 會開到今天晚上12點 沒有上台要趕快上台 之後就不會再收作業 然後 第二件事情是 剛剛已經拉了line的群組 那你們的組長是誰 剛剛說要趕快選出來給我 然後今天就要跟我說 那我們會幫組長開上台的權限 你們的作業是由組長來上台的 對嗎 然後第三件事情是 就是 互助時間是 大家如果 小組作業 個人作業有不懂的 就直接來互助時間 去問老師跟助教會最快 因為現在上課比較緊湊 比較難 下課就幫大家處理好問題 這樣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拜拜 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中間 然後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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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